done 大家好 我是丁超 這禮拜都是整理盤 都是量收了 量收的整理盤 那以後很大的因素 是跟下禮拜 我在節目中已經講過 很大的原因是跟下禮拜 聯準卉要升息有關 虽然我们市场都知道 15号 16号是美国联准会议 它大概六个礼拜会开会一次 它都排定了 就是下个月到年底 什么时候开会 都早就公告了 这个自己查 那现在市场是担心什么 不是担心是升息两码 因为两码就要确定 它不会改 市场怕的是三码 多个一码 那这速度加快 因为六月七月联准会都已经是 跟大家讲了 美国有个好处就是 什么事情都先讲 蛮公开的 就六月七月各开会 六月七月开会 这个会议都已经定下来 但是联准会也告诉 整个市场资本市场 六月两码 七月两码 那些市场担心的是三码 六月份三码 就是这个月下礼拜 那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其实不是特别大 不是特别大 但是有可能 有可能就是今天礼拜五 美国要公布的CPI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 如果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是 标的比市场预期还高的 有点不像话 例如说8.5% 或者是超过8.5% 正常是8.2% 8.3%左右 那如果说超乎预期 而且比预期还更高的话 也有可能会升三 或者是就算六月份没有升三 七月份也要升三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是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一定要打通膨 那你看欧洲股市也是一样 欧洲啊 你看昨天欧洲股市 你注意看 昨天欧洲是不是在 我们用德国来讲就好了 欧洲股市在昨天也是开低走低 那这个在欧洲盘是在下午就开盘了 开低走低 那美国那时候美国的盘后期货盘 例如说昨天的下午盘 美国期货盘是涨的 对不对 是不是涨的 大家知道吗 如果有看期货电子盘 可是欧洲 欧洲在比较晚的时间里面 他欧洲央行开会 宣布说7月份 铁定要升息一马 因为6月份他开会 他昨天开会 欧洲央行 他先跟你讲 7月份我要升一马 9月份要升一马 因为欧洲的利率比较低 欧洲一向是负利率 欧洲是负利率 到目前为止还是负的利率 那美国的债券值利率也比较高 像时间债它超过3% 欧洲也只有1点多而已 这个大家可以查 那四处这个消息以后 欧洲股市就一路滑动 就往下跌 这是今天的 昨天欧洲股市这边没有 欧洲股市昨天就一路往下滑 几乎是收盘是收最低是昨天 那造成让美国股市 整个开盘就是 直接就产生了城市交易 的卖压出来 这是美国的城市交易卖压 很明显 你注意看 常常有的是这样 美国股市它这样子 慢慢慢慢滑动以后 就一路盘 盘跌到底 或者是一路盘跌 到收盘 这不一定 不一定是走这个方向 但这个方向就是 城市交易的卖压下来 城市交易的卖压下来 就慢慢跌慢慢跌 跌到最低 所以你看美国股市 昨天原本有机会反弹坡 或者是没有跌破 这个整理期的下沿 但是因为欧洲股市 整个市场的消息面 造成了失望性的卖压打下来 是不是 几乎是收最低 非诚半导体也是一样 几乎是收最低 都是一样 那台北股市会不会 台北股市会不会 日本会不会受到影响 保证会 保证会 因为这是大股市 韩国会不会受影响 保证会 保证会 台北股市会不会受影响 保证会 那中国股市会不会受影响 可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我们没有在看中国股市的 因为那个不准确 因为它是封闭的市场 你一定要看美国 看日本 看欧洲 看德国 看大的 那不是说中国股市不大 是因为它的股市 跟你想象不太一样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美国重挫 它都可以大涨 美国大涨 它都可以重挫 了解吗 所以我们没有在看这个 因为看这个不准 你看这个不准 你要看美国 因为外资所有动作 都是看美国市场 我们所谓的QFEE 就是美国人 欧洲人 日本人 这些叫QFEE 外国投资机构 股票是他们家的 他们买的 美国人买的 欧洲人买的 那卖也是他们卖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前置股 现在的全值股 压力比较大 全值股就是像台湾50党 这个叫全值股 这里面有50党股票 叫台湾50党股票 这个叫全值股 就是这个 这个叫全值股 全值股 像台积电 联电 这个叫全值股 只要美国股市跌 它的卖压一定大 那至于中小群股 因为卖压为什么不大 为什么比较不大 不是说不大 不一定嘛 对不对 中小群股为什么比较不大 这个叫中小群股 因为它里面没有台积电 没有联发科 也没有鸿海 这叫中小群股 中小群股因为 很多外资都没有这种东西 如果你没有那个股票 你怎么卖那个股票 你知道我意思吗 会有卖压就是因为他们有 他们有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卖出去叫卖压 那如果说 外资法人 或者是其他 我们国内的法人机构 他没有的股票 他怎么会有卖压 他手上没有怎么会有卖压呢 所以为什么中小群股 比较抗跌 甚至有些逆势往上涨 万人跌在这里 你了解吗 那你说大型股 什么时候涨呢 当然一定是要美国涨啊 比如说台积电今天跌到529 就封闭这个缺口了 它上去上去上去再下来嘛 对不对 那季线是不是 月线是往上走 是不是往上 扣底值在这里 这里比这里低 所以这条线叫往上走 多方式 这个叫空方式 短线多方式碰到中线空方式 它一定会压制 这我都说过过来罢便了 那台积电这样走 大盘就保证这样走 大盘就保证这样走 那这大盘奇怪呢 台积电跌到了 跌到了缺口 跌破了5月30号的低点 没有跌到这个缺口也没有跌到5月30号的低点 表示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表示你的股票没有跌 这1000多档股票 它加起来叫做大盘 这些股票加起来叫做OTC 所以大部分的股票 平均跌幅都没有台积电多 所以指数没有跌 像台积电这么多 那一条歪意是什么 就表示说这个力量是存在的 这个市场扭转的力量 方向往上走 短线多方式 它的力量是存在的 所谓短线多方式 它月薪线扣底低值叫助涨抗跌 涨的时候比较会涨 跌的时候比较不会跌 叫助涨抗跌 像美国如果大跌 那我们就小跌 美国如果大涨 那我们涨得更多 或是美国小涨 我们涨得更多 这个叫助涨抗跌 因为这条线是有力量的 那这条线有力量 是短线的力量 这条线有力量 叫中线力量 所以打到了中线 它一定会打下来 到这里一定会下来 很多的股市都是这样子 你看韩国也是很标准 上去以后就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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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对不对 那你说OTC为什么它直接冲出去呢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因为外出没有了 很多股票外出都没有了 没有它要怎么买 它没有的股票它怎么有卖压 它手上就没有 所以这个大盘 现在目前是不是健康的 是健康的 可是老师你说在跌下 你还说它是健康的 我可以告诉你 所谓的大盘好还是不好 我讲的是台北股市 这个东西 当然你要关心的是 其他国家的股市 对我们的影响 因为我们整个地球上不是只有一个东西叫台北股市 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 而且大的股市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小股市 就像我们台币是一个小山板一样 人家是美元是大船一样 以前总裁不是讲过吗 央行总裁以前的央行总裁讲过吗 所以我们的台币算什么东西 它一定是被人家晃来晃去的 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任何的风吹草动 台北股市一定大变动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要拯救这个股市一定是它 没有别人 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要回到这个美国股市来看 它到底会不会再破底 它会不会再破底 是不是 而不是我关心这个指数 这个指数它是小咖的 它对美国来讲它还是小咖 它在这边就落底了 它最早落底了 美国在三月份这里 它要跌破一次 是不是 它只是提早走 提早反应它离底部还很远 日本也是一样 最近今天有大跌 它离底部蛮远的 可是我们股市离底部很近 这个都蛮近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你要看的是看美国 懂我意思吗 我在上半场跟你讲这些 是要告诉你现在目前的状况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多不做多的问题 我是告诉你大盘就是一个多方式 多方式就是回撤就是买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结果下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欢迎回来 今天晚上 所以你看看 这个盘严格上讲起来 它现在是一个整理盘 就是一个量收整理盘 量收整理盘 对不对 它是不是量收 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 钱才能够做事 其他都是假的 股票要跌 放个利空就可以了 再下跌靠风吹 钱才是英雄胆 你讲那么多 基本面没有用 不会去就是不会去 会去就是会去 你看很多的股票 中小型股 我们也不要举例 这几天也是一直涨 人家是钱一直砸进去 那你说有时候 那时候有时候 它基本面没有那么好 谁理你 所以你基本面也没有那么好 人家是理钱而已 跟你钱比较重要 基本面很好 不要说这个 你说会让我笑 我没有跟你说基本面 这样扬名还比较抗跌 你如果看月营收衰退 这档股票 月营收衰退最多 理论上来讲今天这两股票 要跌最多了 最抗跌 所以你看基本面干什么 今天杨明万海长龙 如果没有杨明万海不晓得 跌到哪里去了 是杨明在撑盘的 事实我讲的是今天 他最后他也是 说上红盘 他曾经红盘也是他最早 他带上来的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 像这个都是 你注意看 这个其实就是整理 他跌下来量缩就是整理 你注意看这个 为什么你看 今天137.5月23号 盘中曾经一度跌破 你看短线看这里就好了 151跌破 收盘跌破 他完全没有 他最强 你看这边这样看就知道了 我告诉你 他那是整理 毕竟国际航商 得了乱七八糟 多少要尊重 所以 所以这个航益股 我这样带过去就好 反正他们就整理 你也不用太理他 但是你也不要一直讲 要除息 我曾经来说过 这个除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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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除息 都是最均除息 除息跟涨跌无关 不要老是要讲那些东西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可以跟你确定一点 就大盘是多方式 而且台积电 台积电 公布出来月营收 哇实在是1800多亿 1800多亿 这个你可能没什么感受 但是我如果告诉你说 台积电 他公司的股东会自己说 老板自己讲 他们说今年的营收 要比去年成长30% 30% 对不对 营收 那可是台积电的 现在目前前五个月 公布出来的营收 是比去年成长45% 是大于30% 那台积电上个月 五月份的营收 是比去年同一个时间 成长65% 所以看起来 公司是比较保守的 台积电可能 今年度的整个获利 可能会 不止30块32块 可能会超标 那这个是不是基本变 是啊 那我 你说讲这个东西 谁不会讲 会啊 那问题我跟你讲 这个没有用 你股票要涨才有用 可是我只是告诉你说 台积电如果公布 这个月营收 他礼拜一应该没有跌的机会了 所以大盘礼拜一 也就没有跌的机会了 唯一的变数就是 美国又崩盘了 你看美国 看起来美国会不会 看起来美国昨天大跌 今天会不会再一个大跌下来 我觉得这个机会不是很大 除非真的是CPI出现了 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但是我认为应该是 不会市场都已经 反映这个利空 都已经瞎化掉了 你看他的这个月经线 还是往上扣理值还是低 你知道吗 所以我认为美国股市昨天虽然是被吓了一跳 应该是受这个欧洲股市的影响 我大概跟各位讲你就了解 那为什么突然间跟各位讲 ABF宅板呢 我跟各位讲 我一向跟各位谈到就是说 做股票最好是做多头的走势 多头走势股票有时候你必须要追高 因为他会创新高 可是有些投资朋友他不习惯 他认为股票涨起来他就不买了 创新高他就认为说是最高 我觉得这种观念你真的要改一改 股票本来就应该要最高 股票尽量不要低阶 低阶股票很危险 这是逆势的行为 可是我这样讲 你所过去你所知道的 你不会认同我这样讲 因为市场里面可能 教授你一些错误的观念 你就从小到大 就是一直接受这个观念 就一直在低阶股票 越阶越套牢 越阶越套牢 一直套牢 低阶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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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套一直套 那你还是一直讲基本面很好 结果一直套一直套 套到已经不像话 你还是一直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很好 我就说这 你一直套套套套套套套 你一直有没有落完去 你又嘟嘟嘟嘟说基本面很好 你说的不好嘛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在这个Telegram里面都讲到 我常常在教育这样的观念 尤其是今天我有讲到一档股票 今天你还没有加入 你到 因为我讲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各位解释 但是你加入Telegram 我今天有贴了两篇这个文章 两篇这个贴文 讲到有一档股票 它是中小型股票 那我认为虽然我们会员已经先进场了 可是它涨幅还不是很大 那我认为未来的会扩大涨幅 那是中小型股票 那你可以参考 因为我跟你讲 我说我们会员赚了20块 那你就知道大概我们的成本是多少 我们高价股会员 不是所有会员都有买 但是所有会员都知道是这一档 它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跟这档股票有关系 就台积电的星云设备 相关制程的相关供应链 那我之前讲过 台积电在哪里盖场 它就跟到哪里去 就在那边盖场 它就是卫星工厂 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我随便讲一档股票就好 这档股票也是 这档股票也是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 这新的股票 精神科技 很多的股票 因为中小型股 最近比较标的原因 是因为大盘在整理 所以我讲那档股票 它是非常 机优于一档股票 而且是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你可以参考 你也可以打电话到公司来询问 那档股票我在Telecom有跟各位讲 就是免费让你知道 那你也知道我们的成本在哪里 那未来它会涨到哪里 我们预估会涨到哪里 我们这边在Telecom里面都有公告 有讲 你看你要打电话 但是你看到这个Telecom里面的说明以后 你还是要打电话到公司来询问那一档股票 因为那一档股票我这边没有写 那至于载版呢 我说超低反弹 大概稍微讲一下 你超低反弹 这个都是基优股 这个现在基本面就不要讲了 你超低反弹一定要有个底 比如说要有个底 比如说我们讲快点 这档股票我们今天买进 比如说这档股票我们在今天买进 我买进这档股票 那我们停损点一定要有个底 有个低点让我们设停损 比如说我们买这里 那跌破这里我们就退场 那这档股票为什么要选择 因为这档股票量比较少 而且它的底部今天才形成而已 那这档股票为什么没有买 因为它成交量也比较少 那如果这档股票的底部就是这里 我们所谓的超低反弹 比如说我们买这档股票 我们今天才买 我们买了这档股票 我们设停损点就是这里 我们股票一定有设停损点 那如果不会设停损点 我已经教你5%到10% 那为什么我突然间跟你讲ABWF宅板呢 因为我们就很久都没有操作这个ABWF宅板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基期太高了 那现在目前来讲 因为大盘开始有走反弹的机会 这种股票会先走一个反弹 但是这种股票未来会不会创新高 以后再说了 那我知道说这种股票都很优秀 基本面都很好 可是我不跟你谈这种东西 因为谈那个东西很没有水准 那每一档股票基本面都很好 问题是你买太高套牢就不好 了解吗 所以ABWF三雄我们指的是 蓝电 星星跟景硕这三档 那我们跟你讲说超低反弹 超低反弹就是建立在大盘 已经扭转为多方式 而且这些股票整理到这个礼拜 整理到这个礼拜以后 那技术面它就出现一个买点 那你出现一个买点 我们买进以后 你停存你要马上设好 我都已经教你了 那你不会操作 你就跟我操作 因为我们股票三五档 我们不会随便买股票 我们有卖掉股票 有买进股票 有买进股票就会卖掉股票 不会让你手上持股 五十档一百档两百档 或是每天都叫你买五档十档 不会这样 不会那么无聊 然后涨得拿出来表演 也不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这样做 加入好友Telegram 那你如果要锁定 要要锁取 免费锁取 刚才我谈到了 这个在Telegram里面谈到 那张股票 你可以打电话到公司 来免费来询问来锁取 那至于ABF载版 我已经跟各位说明了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周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